三藩市警察委员一职时隔半年 华补乔领于健全获市长委任 三藩市警察委员会的任命 一直以来受到华裔的关注 因为目前委员会内并无华裔代表 之前市长布里德曾经委任汤晓慧出任 不过遭到市参事会的否决 时隔7个月 市长布里德于昨日宣布 将任命华补乔领于健全出任警察委员 于健全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候就说 最近几年又加上疫情的出现 亚裔群体成为了许多仇恨犯罪的目标 而三藩市市府决定成立的警察委员会 就可以帮忙补足司法和警方的部阻 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 当初 宣布成立三藩市警察委员会的目的 除了监管警察局的预算与警力配置以外 就是让所有族裔的居民 可以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 不用去担心报案 因此让举报和报案变得更加容易 也是警察委员会的工作之一 对于华裔居民来说 语言的障碍可能导致他们在遇到困境时 想要举报却又不知道怎么做 而上年年中在选出新的警察委员时候 就对于代表华裔的候选人 是否能讲流利的中文 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点 于健全就说自己从小在华补长大 语言也不是一个问题 而除此以外 他认为自己可以上任警察委员的优势 不止如此 于健全虽然在司法改革 以及警务相关的资历不多 不过一直以来他都投身于社区 他活跃于三藩市的中华总会馆 以及于峰彩堂 他的女儿是知名剧作家于秀菊 曾以他父亲为背景演出的大跃进 在三藩市的剧院上映 至于于健全能否顺利出任警察委员 就需要先等待试参试会的投票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划ぎ 切换